社區本身有派發的機構 但我們發覺現時不足 因為我們多數照顧到老宿者和老人家 但在疫情中我們多了很多失業的大軍 但例如很年輕 我們不會去牌去拿飯 他們亦都覺得很害羞去做這件事 我們設立這間社區雪櫃 就是在一些社區裏面 商場、學校或者補習社裏面 他們可以自由地拿他們所需要的東西 而我們捐贈的人 亦都可以是一些街坊 或者是普通的市民 有一次媽媽過來想要包米 因為那時去得很快 我們立即在裏面看看 還有沒有剛才有一包 他們多謝到感激得好像流眼淚 覺得自己幫社會做了事 幫到有需要的人士 幫人是很開心的事 我想不用我解釋 你們都很明白 來吧